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吗 你的生命我琢磨过你 爱上你 保不掉一切是天主地 听爱的声音在风雨中哭泣 忘记那爱你的回忆 爱在我内心上处紧紧一盘旋 就这样寻规遗忘的感动 雨后的天空 你会出现在哪里 我和你是谁把最初的月银给忘记 雨后的天空 找回是我的感动 也许你我 总有一天会再次想我 雨后的天空 你会出现在哪里 我和你是谁把最初的月银给忘记 我和你是谁把最初的月银给忘记 雨后的天空 找回是我的感动 也许你我 总有一天会再次想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次 听爱的声音 再次有一个秘密 еще点 有人不知道 你 川普 也许你 我 我 你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可以的 那你们就照着这个继续吧 好对 好对 刘兰 怎么黑眼圈这么重 昨天晚上没睡好 还好 不过你怎么来了 不是应该陆婷来的吗 这次勘探对你来说至关重要 我不放心 所以就亲自来了 有博士 菲菲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过现在我来了 就可以帮你们一起开始勘探工作了 我会根据这片海域的具体情况 来签订和计算勘探点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进展 那 那我们先交易一下设备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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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老师啊 嗯 嗯 有博士和莫博士都是搭档 哦 哎 你不也是吗 我只是负责后勤 我只是负责后勤 他们的工作什么都帮不了 哦 哎 对了 昨天晚上我看莫博士去你的房间 你们不会待了一个晚上吧 看电影而已 菲菲 马上就要开始勘探了 你要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我来一下 了 谢谢 我以为这里打不进来电话呢 怎么了 那里的生活是不是很枯燥啊 是不是都没人理你啊 枯燥倒是没有 这里挺美的 打算和你的莫良哥哥 过上神雕侠旅般的生活了吗 亏你想得出来 哎 莫洋过呢 他和柳南在讨论设备呢 柳 好吧 果然初恋的杀伤力总是巨大的 你可以别老八卦我吧 也对啊 你说我这么大老远的 和你聊这些有的没的 是不是不太好啊 可不是 咱们俩现在通话说不定在被窃听呢 搞不好他们会说我出卖的实验室 为了一个某某大记者 你就瞎扯吧你 不过听见你心情好 我也就放心了 嗯 我休息会儿 我大半夜的 魏莫俩看一部电影呢 爱情片 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 你说 他要是果断点 我就投他的票 你好好忙你的大新闻 把这边的视频报到 等我好消息 我最近攒着个大新闻啊 又是一位即将回国的厉害人物 老地质科学家呢 我认识吗 叫江植 大人物啊 我没听过 人家只搞科研 从来不搞这些有的没的商业合作 神秘又低调 我要努努力做的提案 争取拿下这个节目策划 好吧 加油吧 回来大曾华人 嗯 静秋走了 老三不去找他吗 黄金甲 无极 有神 看王津吧 放松一下 可是这么远 回去抱过就好了 真好 那我唱歌乖你这 你这应该给我闪闪闪 上了 担心你 习惯了一个人的背影吗 怎么慢慢变得清晰 怎么带你飞向天气 怎么替你永远藏 你快醒醒吧 你看看人家都快恢复记忆了 不怕晴空忽然暖静 不怕你的过冷静 快点 对 再来 伯爷 伯爷 你干吗呢半夜 晃来晃去的啊 怎么了 快休息了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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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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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曲 李宗盛 忘了吧 忘了她吧 韩非 韩非 太谢我一切磕的游戒 什么情况啊 昨天晚上下那么奇怪的雨 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 忽大忽小的 一下就停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睡得是不是有点太死了 忽大忽小 我真的 不可能不可能 我爱科学 爱什么科学 昨天晚上你偷懒躲过去了 今天 是不是该干点什么了 昨晚你们还干活了 昨天晚上我担心实验室会受影响 所以跑过来看一眼 发现柳博士和莫博士 一直盯着这个操作台 而且我还担心这个仪器会受影响 我发现他们俩 有一副很惊喜的样子 新能源带 出现新能源带 这么快就发现新能源带了 之前我还听说你们那个 看测试点有问题呢 具体还是需要等下水之后 返回上来的数据才能知道 但是 怎么会出现新能源带 难道暴风雨 那我 太好了 恭喜你安妃 恭喜你安妃 安妃 安妃你怎么了 醒醒安妃 安妃 安妃 你怎么在这里 我走得太急了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 但是就算打电话给你还是为吵架 所以 你是波仔统 干吗呢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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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你没事吧 阿菲 你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刚 磕了后脑勺 然后火了身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我怎么刚才听你一直在叫叶海的名字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说他名字 我刚偷看了一下 怎么样 看到什么了吗 我刚看到了新能源带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对啊 新能源带是昨晚就发现的 那工作很快就可以顺利地开展 希望得到什么收获了 嗯 莫不是 受暴雨的影响 目前海面还不稳定 那现在设备船 还不能出航吗 我们还需要等一等 对不起 说什么呢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就昨晚把那部电影看完了 老三死了 我就哭得 一直哭得不停 你就哭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你又不是给我哭了一个新能源带出来 老三都要骂死我了 好了好了 你别在这胡言乱语了 快起来吧 地上多凉啊 你看你衣服都弄脏了 快回去换一套吧 对了 柳兰呢 怎么没看到她 柳博士一带早来过 刚去通讯处了 通讯处 暴风雨过后 通讯经常中断 只有通讯处有信号 怎么会做这种梦啊 难道她真的要出事吗 怎么能让我心弹过去 房租 房租 房租还没交张阿姨 对对对对 打给张阿姨 夏 Perm 韩菲 把韩菲找回来 短小子 快去 把安妃找回来 短小子 你回来 把安妃找回来 喂 喂 叶海呢 林小姐 老板 他怎么在那个出租屋里 林小姐 叶海出事了 有一个小偷进了我们的房间 然后就把他后脑烧打得全是血 他送医院了 什么 叶海脑袋被打了 医生说没有大碍 他现在需要 他现在医院吗 我马上过来 你帮我看看他啊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需要静阳 静阳 好 老师 到南海了 嗯 暴风雨有没有受到影响 因火得福 发现了新的能源弹 那要向你表示 恭喜雷暗琉兰 但是还不确定是什么物质 嗯 要等到海平面平稳了才能知道 我不在乎过程 我只要海清气 老师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会抓紧的 等你好消息啊 你在这儿 跟谁那么着急通信啊 不是要跟总部保持联系吗 哦 那是跟陆婷吗 问这么清楚 怀疑我通风报信啊 没有 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能源弹 我觉得还是要跟总部说一下比较好 嗯 顺便叫他们 可以多带点吃的过来 这次暴风雨有点蹊跷 昨天收到的云图 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大的暴雨 而且根据之前收到的数据 我还以为 我们不会这么快找到能源带呢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那也得看底下是什么呀 如果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话 那就是一无所获 我们的目标是海清气 先确定一下底下的物质吧 嗯 哎 菲菲 哎 你这下转什么呀 我 走错路了 嗯 你们 你们 你们继续 哎 干嘛呢 坐那么大点地方 你还能去哪儿啊 不是 我找信号 找着找着就来到这儿了 我先走 哎 现在这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了 只有这里才能够打电话 啊 其实 这里的生活是有点无聊 你要是想跟家人 或者是男朋友联系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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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势 等等再说 哎 小勇哥 需要 需要帮忙 我 我去帮他 哎 小勇哥 老板 喝水 哎 又是那个家伙 人哪 跑了 张阿姨那边报了案 警察还追捕他了 追了他这么多年 又让他跑了 老板 我一定帮你找到他 我一定帮你找到他 瓶子 我见你的说就不在 会不会是被他拿走了 一定要抓到瓶子 那个瓶子 老板 女生 你怎么办 天哪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你们你们你们都给我出去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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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去 好 不用你担心 我来救 我来救 嗨嗨 嗨嗨 你怎么了 我需要你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包子吃多了 他还是惦记包子脸呢 柳博士和穆博士走了 要不要去通讯处 我觉得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不用打电话 那要看你给谁打了 他还在你心里 是什么位置 那如果人家不想我呢 那如果人家不想我呢 安妃啊 怎么样 我就知道 没打通吗 他那儿应该过得挺好的 不用我操心 你 到底给谁打电话呀 男朋友吗 没有的事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比我们被人打坏被你吓坏了吧 我是在关心你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睡了那么久 还没有起来 该醒自然就行了 这个呢 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粥 高级货 你一定要喝 别别别 你告诉我实话 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啊 没事我就不能关心你啊 我是在照顾你的起居 那拉枪里红色的东西 是裤衩吗 你房东给扔了 我把它扔了 谁让你给我扔呢 我捡了 我的天 叶海 你会穿 给我拿我了 我穿避鞋的 你什么评论呀 我不要 什么评论 好了 躺下 恭喜你 在未来的几天呢 受到了林华仪女士的照顾 华仪妹妹 你该忙忙你的去吧 你都这样了 我还不照顾你吗 我还有别的事呢 要不这样 你出去帮我把把汽车哈下来 我不叫 你叫不叫 我不叫 那好吧 你要干嘛呀 臭流氓 臭流氓 你都不叫 你都不叫 你叫我 你叫我 而且想除掉我 老板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没大差 老板 你得告诉我后来安德鲁怎么了 还没什么信息啊 我只是好奇 他和我哥怎么都对我这瓶子 这么感兴趣 他们 不应该啊 我哥应该不会跟杀死我父母的人有勾结 这一点我还是相信他的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目的的话 应该就是能源了 能源 你要理解不了就不要去理解 你去联系S.A.博士 他可能会了解这个瓶子的情况 还有 我们必须要知道安德鲁所说的那个能源到底在哪儿 会不会是 南海 莫良那边情况怎么样 回报的数据显示 勘测挺不太理想 还没找到能源带 还没找到能源带 那场暴雨呢 安妃没事吧 安妃小姐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所以让你去查去问去看到底什么情况吧 对了 柳兰去了南海 柳兰 现在波塞东实验室是陆挺负责 终于杀完了 一身群色 夹勇哥 我特别能吃苦 但是 我不能再吃馒头了 我特别能吃苦 做似的 我都快发酵了 鸡养船还没到 咱们基地啊 就免多 你要不吃的话 也会发霉的 算了 算了 但是吧 几位博士天天都是用的 我不觉得应该 给他们补一点营养的吗 要不咱们出海补鱼 我潜水可厉害了 你可别给我添乱啊 我告诉你 你掉下去 我保证不劳你 现在咱们车都不够啊 如果够的话 咱们就可以去居民区 采购点食材 这附近有居民区吧 有啊 但你要绕我半个岛 不是要有自行车吧 你借我吗去 就你啊 还会骑自行车啊 我真的生气了 你觉得我不会骑自行车 行 我陪你去 就你这状况百出的 万一在路上掉链子回不来 我可带带你去 再不急 谢谢 吃吧 你好 麻烦问一下 这儿的居民区怎么走啊 在前面 直走就是 直走就是了 咱那 对 那边 慢点 在你转身之后 拥抱 你明天的 请问有没有 那种肉的 把你来吃的那种 没有 没有 大哥 你有没有那个猪肉 看来阿姨 请问你们这儿有卖猪肉吗 我们找出来的 你已经找到了 来 你 你们用个肉 快点拿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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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慢走 再见 怎么了 电子掉了 别动 把车抬起来 好了 别走了 各位老师 请先吃饭吧 我 居然有排骨 今天这个排骨格外地好吃 安妃找了好多家 说是这是笨猪肉 自家养的 所以特别好吃 所以你们费了那么大周折 绕了大半个岛 就是为了买肉啊 安妃是怕各位老师 天天吃碱水馒头 身体吃不消 安妃 这是你们的主意吗 我 我跟安妃一起骑车去买的 你们不知道外面下雨吗 就这么出去啊 好了好了 孟良 别生气了 本来呢 我们出去的时候天气好好的 可是没想到回来啊 就交成路 来吧 落汤鸡呢 来 我就是想给大家补一补 毕竟你们都很辛苦 好了好了 你们赶紧吃 吃完回去洗个热水澡 好好休息一下 这个因为暴雨的原因呢 太阳能已经坏了 坏了 但是我们正在抢修 不过呢 我们洗冷水澡习惯了 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这个嘛 我估计快了 菲菲 菲菲 安妃 菲菲 菲菲 安妃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菲菲 菲菲 安妃你怎么了 安妃你没事吧 对 marsh 你也没事吧 先来 你洋江 你看 今天又算救了你一鸣吧 孟良哥 其实我身体挺好的 我就是 好了好了 你别动 你快好好躺着 你每次都那么说 孟良哥 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 没有 我就是看看数据而已 工作嘛 总是做不完的 还是你身体要紧 没事 我只是小感冒 什么小感冒 能烧到三十九度啊 其实我们真的随便吃吃就好了 不需要你这么大费周章的 你们都是大科学家 潜负着很大的重任哪 哪能随便吃 你要是有这么大功夫 去担心别人 还是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 孟良哥 我想睡觉了 你先回去吧 暴风 暴风雨 好好好 我等会儿打给你牙挂了 你怎么起来了 什么情况 暴风雨到底什么情况 客源队通信中断了 现在只能靠微信电话 跟大家保持联系 大家都没事 就是海浪有点大 船进不去也出不来 是不是有人遇到什么事了 当然没有啊 电话给我 你都这样了 你就别管我 你还想不想让他们继续在那儿看测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把电话给我 一喊 现在 我却来 我说怎么回事 你不干嘛 我听到那个国家 你不干吗 这个国家 你不干嘛 你也不干嘛 你说你不干嘛 你不干嘛 我怎么响 你不干嘛 你来了 开心吗 我抖了 我们是在海里还是 你现在说不了话呀 安妃回来 我怎么总是做这种奇怪的梦 我需要你 还不认识 你微笑舌头有的温暖 我扑着想靠近一天 想要你的双眼 只有我身影浮现 想每一次琢磨 灰色的天空 不再阴霾 还是我一直不够了解 好多的话 想要你听见 在阳光海风下 我们终于再见面 想从此被填满 角色的爱 为不顾一切 我牵引着等待 就想要你未来 不再半夜醒来 独自命退 如今的大海 爱 我们才从来 不去既留白 阳光每天都在 我从来 我从来找回 我默定时的爱 我在这个等待 只想要你未来 不再随意感慨 明明设定 最初的安排 爱 我们才从来 就是不再离开 和念念交代 我终于找回 我们你舍得爱 我终于找回 我们你舍得爱 我终于你舍得爱 我们不再离开 我终于你舍得爱